接着呢我们就要把焦点呢 放到跟资讯公开透明的有关的相关概念 那我们同学呢可能会困惑觉得说呢 有几个名词呢看起来好像 像是资讯公开openness 开放资讯open data 跟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 这几个名词怎么看起来 英文中文都好类似 都有开放公开资讯这几种字眼 那这几个概念呢差在哪里 还是他们其实呢是同一词 那我们这边跟同学讲呢 这几个名词呢虽然看起来很类似 但是呢还是有差异的 首先呢是这个资讯公开openness呢 如果我们要去区隔的话呢 我们会说他比较强调的是一个知的权利 民众呢有权知道呢 政府呢在搞什么鬼在做什么事情 那当我们在用到这种资讯公开openness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个法律规范上面 有一个浓厚的精神呢就是防闭 我们想要去监督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叫政府呢不要做坏事 但是呢开放资讯open data 他强调的就是在资的权利当中更进一步往前推进 叫做用的权利 人民呢有权呢去使用政府所拥有的一些资料 那政府用这些资料干嘛呢来进行新利啊 现在政府呢所提供的资料呢 可以做我们例如说公共政策的一些运用啊 或是或是在进行这个民间的一个价值运用 这个强调呢是新利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呢把资讯公开开放资讯呢 做这样的一个区隔 一个呢是强调知的权利 强调的是防闭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 但是呢开放资讯呢 强调是一个用的权利呢 进一步呢来进行价值运用 那开放政府是什么概念呢 开放政府呢 有点像是前面这两个概念的一个总和 它是一个更高更广的一个概念 它包含了资讯公开放资料 也就是呢人民呢 不仅想要知的权利还有用的权利 可以拿政府的资料来进行多种用途 包括监督政府 强化克责 促进民众参与 资料价值运用 以及促进经济效益 那同学呢 可能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 那行政透明 这种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跟资讯公开看起来好类似 那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我们会说这个就 说法上面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统一了 有些觉得是觉得说 这种行政透明跟资讯公开根本就同一词 只是呢 那近年来大家比较喜欢用透明这个字眼嘛 呃这个算是比较当代的一个用语 那资讯公开这种openance呢 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那只是呃时代用语习惯的一个不一样 啊就好像说过去呢会讲说什么棕色大地色 我们现在不要当代的书以外就是奶茶色 那其实讲的事情都一样 只是呢当代的书有一些使用的一个习惯 不过呢有学者呢 而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觉得说呢这个透明呢 跟这种资讯公开的概念 还是有所差异的 那差在别差在哪里呢 呃我们如果再要去做新一步的一个细部分割 大概会强调说啊 资讯公开呢就只是资讯公开 但是呢这个人民呢不见得会去理解这个资讯在干嘛 但是这种透明的概念啊 就是一方面呢除了增加资讯的切肉之外 也会想办法去促进呢 人民对资讯的一个理解 所以这个透明度呢 还有隐含着一个去降低资讯负担度的一个意涵 让提高人民呢对这个资讯的一个掌握度的一个意涵 但资讯公开呢可能就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了 好了这已经算是属于一个比较进阶的讨论 老师就点到这边为止 所以同学呢这边呢最重要要去把握的就是 资讯公开开放资料跟开放政府呢 这几个名字在使用上面呢 是有范围上面的一个差异的 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 到底资讯公开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 好那这边呢列了三点 第一个他说资讯的重要性呢 在于确保公权力呢不会遭到滥用物用腐化 第二个去证明公共资源可以获得正当的一个使用 以及第三个可以去增强政府的正当性呢 去提升强化公众的一个信任 那我们先从第一点呢来跟同学呢说明起后 第一个呢叫做资讯公告也可以确保公权力不受滥用物化物用 这个呢其实源头呢可以追回到呢 而我们前几堂课在跟同学介绍新公共管理的时候呢 有提到一个理论呢叫做代理人理论 我们说代理人理论呢处理的是一个主理人跟代理人之间的一个代理关系问题 也就是呢代理人理论呢指出来说啊 由于呢主理人跟代理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 诱因不一样 再加上资讯的不对称 正因为资讯的不对称 也就是一般来说呢 代理人呢所拥有的资讯量呢 是比主理人多的许多的 那正因为这个代理人具有资讯上面的优势呢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发生 去善用去剥削他们的资讯优势地位呢 去做一些对他们自身有利 但不见得对主理人有利的一些行为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问说 那如何去避免这个代理的问题发生 其实问题的源头之一来源呢 就在于这边资讯不对称嘛 是因为资讯不对称 所以这个代理人他才敢乱来 今天呢如果我们想办法去 弥评双方资讯的一个落差 也就是呢我们去增加主理人的一个资讯量 这个状况之下呢 代理人就比较不敢乱来 代理人问题比较不会发生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平衡双方的资讯 那问题解放就在这里 透过资讯公开呢 揭露更多的资讯呢 来让主理人呢 他所拥有的这个资讯量 可以提升让他不至于 基于落语到这个资讯弱势的一个地位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比较不会去避免代理人问题 其实不就是反映在这边吗 为什么公权力会被滥用 他去弥拼这个资讯不对称的一个问题呢 就比较能够去确保 这个这个公权力呢 不会因为无人监督呢 而遭受到这些 我们并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运用 就我们常常都怀疑说政府贪污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到底台面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很担心 好 那这个第一点的这个资讯公开的一个重要性啊 比较像是从负面来谈 就是我们可以去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也可以从正面来谈 去证明说 从正面来看啊 公共资源呢 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运用 就好像呃 就是有一派说法就认为说 哦 我们应该要去提高我们的财政透明度 为什么要去提高财政透明度啊 啊因为呢 这个人民的经常缴税 缴得很不情愿 就是觉得这个政府钱到财里面去 也不知道啊 那我们既然去增加这个税制 我们去增加这个缴税运用的一个透明度呢 要去让人民知道说 哦原来政府钱花到这里去 哦原来政府绩效这么好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去证明说 我们的公共资源确实是有获得正当的一个运用的 那第三个啊 叫做强化政府的一个正当性呢 去提升公众的一个信任 也就是呢 我们公众会不信任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政府的权利在不然用 我们就常常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有没有花的对 有没有花到正确地方去 那我们如果都知道了 一方面知道政府没有乱用权利 一方面知道政府的钱确实极小或者确保 这种状况之下比较能够去增强政府的正当性去增去提升公众的信任 也就是我们认为呢 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应该是有助于呢 改善公众对于政府的一个信任 一个透明度极高的一个政府啊 那就好像我们这边所讲的金鱼钢法则一样 也就是呢 我们看着这个金鱼钢里面的金鱼啊 因为金鱼钢是透明的嘛 而且从每一个角度都一然无一 你都很清楚的知道 这金鱼钢里面的金鱼呢 在做什么事情游到哪里去 那我们就希望呢 我们的政府的透明度呢 就好像这个金鱼钢里面的金鱼一样 可以随时受到我们的监控 完全一然无一 没有死角 接着我们就进一步来问说 那到底资讯公开的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前面呢 在概念的比较上面呢 大概有跟同学提到 资讯公开的概念呢 比较强调的是一个知的权利 强调的是一个防闭的精神 那政府竟然有权的 如果人民呢 是有权的去知道 这个政府的相关的资讯 他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呢 他可以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府资讯程序 或者是制度 所以举例而言 例如说像是这个立法活动啊 法规条款啊 决策制定啊 决策实施跟行政预算 财务收支 还有其他的相关治理资讯 像是采购资讯等等 公民呢 应该都有权的来进行了解 那这个资讯公开呢 这个资讯公开呢 主要是停留在这个资讯揭露的一个部分 但近年来啊 学者在研究透明度 这种行政透明的概念的时候 是进一步主张说 其实呢 这个政府的资讯呢 不见得只是停留在所谓 有没有提供有没有揭露而已 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降低 这个公民呢 接触政府资讯的一个门槛 换而言之啊 揭露政府资讯 重点是要让民众呢 有机会去了解政府资讯的 但是去揭露资讯 并不代表民众就可以了解政府资讯 有很多相关的门槛 例如说看不懂啊 很复杂啊 或者这个资讯呢 就好像多如流氓一样 很多重要资讯藏在这里面 或是我们的管道非常的少 所以呢 当我们近年在讨论这个行政透明的概念 或者是谈对这个资讯公开 更进一步的要求的时候呢 我们会希望说啊 除了资讯的这个Availability 就是有没有提供之外呢 我们更多会希望说啊 资讯呢 有没有数量更多 有没有品质更好 有没有更多云的管道 帮助民众呢 而来取得接触这些资讯 那民众呢 有没有办法用更简便的方式 更好懂的方式 去了解政府的一个运作 所以这个资讯公开呢 在近年来呢 意涵上面其实是有扩张的 我们觉得除了政府呢 重要的资讯要揭露之外 数量 品质 取得的管道 易读性 易接触性 有没有好理解呢 这些呢 都是我们去判断 到底政府资讯公开 做了什么样的一个 相关判断指标 我们来做109年 原住民四等的这一题考古题 美国大法官呢 道格拉斯呢 曾经说 这个国家的一个主权者呢 是人民 不是官僚 那如果纳税人呢 不可以问一个基本问题 也就是公共支出账目的话 那么主权呢 就成了空洞的一个象征 那我们就同意呢 有神秘的官僚来管理我们 这句话呢 讲的很多这种 象征系的意涵很多 但是呢 读完这一段文字呢 大概就可以了解 说什么 纳税人呢 既然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主权者呢 他就可以问一个基本问题 就是他想要知道 政府是什么样来处理 他们纳税人的钱吗 也就是这些钱呢 到底花到哪些项目 那成效又是如何 人民呢 应该要有权知道 如此才能够来监督政府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根据这样的一个意象 这样的一个主旨呢 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美国大法官讲的这句话 其实强调的是什么 政府的资讯公开透明 那如果会呼应提议的话 他特别强调的是 这个国家的财政呢 必须要透明化 也就是呢 跟这个国家财政相关的预算文件 包括规划 执行 绩效评估 这些呢 都应该要公开的让民众呢 进行了解 所以呢 这题呢 我们的答案呢 就选A 那至于BCD呢 包括强化政策领导 行政监督 改革 绩效管理 就跟这个题目呢 并不是那么的一个吻合了 因为它重点是要让人民呢 可以知道政府怎么运作 那政府的一个资讯公开呢 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 我们前面呢 跟同学提到呢 说早期呢 对于国资讯公开的 最传统的了解呢 是一项资讯呢 要不要对人民所揭露 所以它处理的问题 只是有资讯 没资讯 这样的一个差异 但是近年来呢 因为行政透明的概念呢 受到学生们的一个重视 所以我们对于资讯公开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不再满足说 资讯有公开就好 我们还进一步呢 要求说资讯的公开品质呢 应该有一定的水准之上 那这一张投影片呢 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检视呢 政府的资讯公开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有哪一些指标呢 可以来进行观察 也就是我们的观察呢 不是仅仅只是政府资讯 有公开没公开 我们还是要知道 它的数量啊 它的品质啊 它到底可不可以理解啊 人民好不好接触 这些相当关键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个检视的标准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适当性 那适当性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说当一个资料呢 它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行政机密 你个人隐私以及机密性质的这些资讯的时候呢 都应该要通通公开 来让民众说做查之 所以呢这个概念呢 其实呼应我过的资讯公开法的一个基本精神 就是原则上啊 政府资讯呢 啊应该要公开为原则 只有少数的例外呢 可以不公开 那也就是呢 除了我们这边所提到的 像国家安全行政机密 个人隐私机密性质的这些资讯呢 呃在属于这种法规范围内的一个规定之中 它可以例外不公开 要不然呢 只要不属于这些种类的 原则上应该要通通公开呢 来让民众呢做了解 所以这个所谓的适当性呢 指的就是只要这个资讯的种类呢 是适当的 都应该要让民众呢来做了解 那只是呢 在实务上面判定当中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呢 适合公开 什么样的资讯呢 不能公开呢 那有时候啊 呃这个问题呢 标准并没有那么的一个清晰 有所见仁见智 所以呢 有时候这个行政机关呢 不公开呢 就想办法 把他应酬说 哎 这个资讯呢 涉及个人隐私啊 涉及这个行政内部的一个运作啊 我们可以不公开 那有时候人民就觉得说 这个哪有涉及隐私 哪有涉及行政内部程序 所以呢 就双方官民双方就有一些意见 不仅仅不宜这地方 那这个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啊 那有时候呢 就要走上这个法院呢 来做进一步的判定说 到底哪一些资讯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种类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看资讯公开的第二项指标 叫做完整性 所谓的完整性呢 是说这个资讯不是有就好 还要追求完整嘛 也就这十字内容 必须要完整 如果资讯是不完整的 公众就没有办法 一挥行政运作的全貌 只会看到一部分而已 那什么叫完整性 我们以这个政府的绩效资讯为例好了 我们曾经跟同学讲过啊 说这个绩效 政府绩效 是一个相对抽象 模糊 而且多重面向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我们用这种 绩效指标的过程论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绩效呢 把它想成说 政府的投入啊 花了多少时间 人力 物力 成本 这是政府绩效 是啊 还有政府过程的活动 也就是呢 政府在当中呢 到了资新的哪一些项目 还有产出啊 政府服务到底产出的一个数量内容是什么 还有更重要的是结果 也就是呢 政府所做的这些服务公共建设 到底对社会呢 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所以以完整性的标准呢 来检视政府的绩效资讯 我们可能会想要知道政府的投入过程 产出跟结果这些不同的面向环节 所以今天你就问说 到底政府有没有公开绩效资讯 政府就说有啊我有公开啊 政府可能公开了投入过程 但是没有跟你讲 它的产出跟结果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完整 你今天呢只要有一些 只要有一部分的环节呢 不公开了 人民对于政府的绩效资讯全貌呢 而去了解是不够充分的 因为这几个要素其实是环环相扣在一起嘛 我们看到政府的这个阐述很好 我们可能会疑惑说 那前面的投入跟过程做了什么事情 如此才能形成一套比较圆容的逻辑解释嘛 像是呢你有时候看到说 哎哎政府的这个产出结果不错 就你回头往前看 哎呀政府的投入呢 投入了非常大量 有点超乎预期的这种经人预算 就觉得这个政府的效率好像不太好 花了这么多的钱 虽然说结果成效还不错 但总觉得有点比例失衡 哎我们其实就是要各种不同环节的一个绩效资讯 来获得行政运作的一个全貌 所以第二项检视的标准呢 就在于这项资讯的内容 有没有完整 可以让民众知道这整个来龙去脉的一个全貌 那第三个我们称之为叫做关键性 这个关键性呢 指的是说资讯不是有就好 这个资讯呢 哎最好要关键 而且有实质 有意义来进行诠释的 换而言之啊 你有时候会看到说政府资讯 大量的公开 但是你总觉得这个大量资讯 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都觉得好像是那种 知为莫解 比较细节性的 好像相关性没有那么的高 不具事之意 这个呢其实呢 就有时候这个政府资讯公开的承办人啊 有时候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很重视就觉得说 啊资讯有公开就好了 所以呢就不会特别的仔细呢去筛选去编辑这些资料 这些资讯 就导致呢虽然有大量的政府资讯公开 但是很多时候都不是人民要人民决定不关键不相关 那有时候呢是政府呢刻意想要去隐瞒一些资讯 那隐瞒资讯的一些做一个一套做法 有可能就是使用所谓的乌贼战术 也就是我透过大量的资讯公开 反而去掩盖真正重要的关键资讯在其中 所以透过这种鱼木混出的一个方式 我用大量的资讯公开 反而让人民找不到 那真正关键的环节在哪里 但不管呢政府实际的一个诱运是什么呢 总之呢我们这边要强调的是说 政府的资讯呢不是说公开就好 还要它公开的内容呢是关键的 是有实质意义的 是让人民呢可以来有这种充分的 那可以拿这些资讯呢 来了解政府关键的一个活动 那甚至呢拿这些资讯呢进一步的运用价值 那最后一项 那这个资讯公开的检视标准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可理解性 也就是资讯呢我们不是说有公开就好 我们还希望啊对民众来讲 是比较简单易读好懂的 那特别是呢政府的资讯呢 很多时候是涉及公共的问题 那很专业 又很多这种技术的成分在里面 那这个民众呢如果他没有公务的相关经验 或跟政府打交道经验呢而不太多很容易就看不懂啊 那简单来讲就像这个预算书 这个法律条文试问 如果你没有相关背景有多少人看得懂 到底政府预算书在讲什么 到底法律条文在讲什么 对于这些政府官方文书 很多时候都是文言文 是种截取熬牙的一个文字 很难懂啊 所以呢 即使政府有公开这些资讯 总觉得政府的这些资讯对话的是专家学者 因为他们看得懂相关领事领域的一个专家 那广大的群众一般的群众 可能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门槛了 而来了解政府的资讯 其实像刚刚的可惜 因为我们希望这政府的资讯是大众 只要想接触想了解都有机会来看 所以近年来呢 这个政府的资讯公开 跟透明运动的一个努力呢 就是希望呢 去降低这个资讯理解的一个门槛 也就是呢 政府在提供资讯人说 应该要站在这个受众的角度 站在民众的角度 去想一想 一般大众会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然后用这个那般比较通俗的文字 来让大家做理解 这个具体的例子 就像是例如说 现在政府有很多的社群网站媒体 像是这个脸书社团 那其实都这个政府都有小编嘛 提供所谓的这个懒人包 或是图文的政策说明 其实就可以说是理解程式 这种相关努力 去增加政府资讯的可理解性 好 那以上呢 我们讲了这四个标准 并不是说任何的资讯公开呢 这四个标准满足就够了 其实就像老师所讲的 其实我们在检视政府透明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观察的面向很多 那我们这边呢 这是集群呢 比较近年来比较多人讨论的这四项标准呢 还让同学了解 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指标 就例如说 到底这个资讯公开的管道呢 多不多 是不是只有网络上还有 还是其实呢 在一般政府这个实体办公室的 这个流通的一个方式呢 也是我们这边可以去问的事情 或者是呢 有人还会去问说 这资讯公开 有没有可以提供这个视觉化的效果 因为我们发现说 从这个理解性来说 除了文字理解 还可以用图示来理解 那人呢 对图像的理解 可能比文字呢 又来得更好 有各种 很多这种更加细节的部分呢 可以去深入探讨 不过就我们考试的目的啊 大概这四项标准 就蛮够使用来进行解题了